到达了金三角腹地 这家酒店是我常住的酒店 我喜欢这里的环境 绿绿葱葱 这绿色房子的后面 就是神秘的金三角腹地 那边隐隐约看见那个金色的大佛 就是金三角的标志点 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们续道金三角 美好的一天肯定从早餐开始 看着这美丽的风光 你很难想象 这就传说当中的金三角 这就是金三角腹地 那个中国的北京直线距离2551公里 离开曼谷750公里 曼谷英文叫Bangkok 河的那边红色的房子 就是缅甸的一个赌场 那边那条江 这洛克江 当中是沙洲岛 是缅甸和老挝的分界线 对面那个金顶的 就是老挝的金六年赌场 而且泰国这边 一片祥和 传说当中的金三角 充满着恐怖 枪支 毒品 不知道这所谓的昔日以前的事 有多久 什么河的惨案 我们也向当地警察问过 当然是朋友好朋友 也真是扯得很远 胡说八道 在香港大片里面 金三角那种火药味混浓 到处都有毒品 在这儿 已经成为远古时代的传说 绝不可能 大家好 我现在站的就是 金三角 整个金三角的最最中心点 最最中心点 核心区 大佛 和地标 都在这一一展现 这个就是金三角地标 这个就是金三角地标了 那边 红房子那边 缅甸 金色的老窝 湄公河 把它们一分为二 金色的大佛 保佑着金三角的一方平安 往昔的所谓的独消横行之地 现在已经是一片祥和 美丽 宁静 和谐的金三角 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以前我们听到的传说 所谓的电影里某些描写 都是夸张而为 其实 金三角 蓝天 白云 相神 菩萨 保佑的这一方 水土肥沃的土地 牵手 观音 这对面的庙宇 齐藩 我一一给大家 参观 也希望大家 心里的金三角 那些神秘 变成一个漂亮 而你们嚮往的 游览圣地 我们继续往前 大家经常听说的 所谓东盟十国 这边就是东盟十国的 所有国家 当时 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 东盟十加一 我问了 这些 抖音